沒有總統大選 結果還沒有出爐 但是多方視為新科總統的拜登 已經在部分的地區掀起熱潮 拜登二零一一年 訪問過北京時 吃過了一家小吃店 就成了當地人朝聖打卡的熱點 而日本雄本縣 只有一位庭長 因為姓名的發音 類似拜登橋也一夕爆紅 小吃店內外擠滿人潮 這家搖寄炒乾 最近紅遍海內衛 因為被看作是美國新科總統的拜登 曾經到訪這裡品嘗料理 吸引了許多民眾 爭搶上門品嘗美食 拜登到訪這家小吃店 是在二零一一年八月 任職美國副總統的時候 當時他是第一次到訪中國 而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 駱家輝還用微博 捐求網友推薦在地餐館 引起了許多民眾注意 最後決定在這家餐館 享用美食 讓老闆記憶猶新 上次他吃了這個 我們的製作的這個炸薑麵 還有我們的包子 現在呢我們這個菜品 更加的豐富 拜登在店裡的用餐照片 讓小吃店的營收增加不少 許多消費者進入店裡 就要求仿照拜登套餐來點餐 如今拜登在選舉中慎選 也再次為小吃店 迎來新一波的消費高峰 而受到拜登風潮影響 一席爆紅的還有日本雄本縣的山都丁 丁長梅田壤 原本梅田壤這個日文名字 發音為梅田壤 但如果以漢字發音 就會變成白點舊 美國的大統領 存在不太遠 但在這種形式中 名字和字幕的同樣 所以現在 已經很興奮了 現在電話的通知 我認為手紙會寫進去 因為這樣的巧合 過去幾天媒體長成了海內外媒體 都會報導的人物 有人建議他飛到華盛頓會見拜登 或是邀請拜登到山都丁玩 有民眾開玩笑的說 未來只要名字中有梅田姓氏的人 都可以叫做拜登了 關注新聞 陳時彤編譯 演奏